日本知名的ロイス巧克力 居然有出這麼多種嗎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的阿倫伴手裡 要跟大家介紹什麼東西呢 在影片開始之前 阿倫在這邊先跟大家做一個小廣告 如果你是還沒有訂閱阿倫頻道的朋友 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尤其是你對日本 或者是我在日本生活的一些情況有興趣的話 請務必訂閱阿倫頻道喔 今天所要介紹的伴手裡 就跟大家一開始所看到的一樣 就是ロイス巧克力 試吃跟我一個心得的分享 然後ロイス最有名的其實說真的 就是它的生巧克力 就是生巧克力 不過其實因為 你在生巧克力你要戴的時候 你必須要使用保冷袋 其實說真的在攜帶上跟保存上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然後它另外也有出一些 比如說像是洋芋片 裹著巧克力的洋芋片 那個其實說真的也是滿好吃的 之後有機會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再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然後今天所要介紹的這個 ロイス他們所推出來一個 比較特別的就是 就是一片一片的巧克力 然後它總共有三種不同的口味 然後分別是人氣最高的 這紅色的這個是Milk 就是牛奶 牛奶巧克力 然後還有另外這個綠色的是 アーモンド入り 就是有放杏仁在裡面的巧克力 然後最後是這一個黑巧克力 Black 然後這三種口味 我是在東京羽田機場的免稅店所看到的 然後那時候看到說我賣這三種 因為我是個人是很喜歡吃巧克力嘛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 然後想說 並且試吃給大家看看 這三種口味吃起來的感覺又會是什麼樣子的 好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吃最普通的就是這個 Milk 牛奶 牛奶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一般來講就是那種 會做出來比較容易讓人家入口 因為有些人不見得很喜歡吃很苦的巧克力嘛 然後我們打開來之後 它是一個像這樣 有點像一個信封的感覺嘛 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還有一層塑膠袋 然後這邊就沒有了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塑膠袋上面呢 就寫著Royce…的巧克力的它們的名字 然後我們就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囉 沒錯 就是這個Itachoco 就是那種板塊狀的巧克力 然後上面有寫它們這個名字 Royce Chocolate 然後我們來吃吃看囉 感覺要融化 它應該滿純的吧 這個巧克力濃度 我覺得它手上已經 我手上已經開始有點那種巧克力要融化的感覺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囉 好 先剝這一小塊 來吃吃看囉 好 在這邊順便問一下大家 你們吃巧克力的人 是喜歡那種 把它放在嘴巴裡面 讓它慢慢融化… 還是說你喜歡去咬它呢 我自己是覺得 兩種各有那種好吃的感覺 各有不同的好吃的感覺 為了要趕快讓它融化 我們先咬一咬 就整體來講好吃 可是就跟我們一般所吃的 牛奶巧克力來講 並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再吃一個 它巧克力很濃郁 然後濃郁裡面帶一點香濃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它是牛奶 整體上來講的味道是比較偏綿密 柔和 而且帶一點點香濃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吃這個Almond 就是有含杏仁在裡面是什麼樣子囉 它的外包裝是一樣的 杏仁 目前這樣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後面 滿滿的杏仁在後面有沒有 我本來以為它會是那種杏仁 把它弄碎之後再把它混在巧克力裡面 不是耶 它是一顆一顆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杏仁在裡面 目前看顏色它好像是一樣的嗎 總覺得好像顏色比較淡一點 對 它跟一開始我們所吃的那個味道 顏色有點不一樣 這一個是杏仁口味 這個是我們剛才所吃的牛奶口味 所以杏仁口味的顏色反而比 牛奶口味還要淡耶 神奇 然後裡面有一顆杏仁 我們來吃吃看囉 嗯 杏仁很香 很搭 杏仁的好吃耶 它跟剛才吃起來的巧克力呢 感覺又更加的香甜一點點 咬下去杏仁的那個酥脆跟香味呢 整個融合在一起我覺得非常的搭耶 還滿好吃的 這個對於如果喜歡吃杏仁 巧克力的人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款是應該是還不錯的選擇 買來應該是完全不會後悔的 好 然後接下來是最後一款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我是個人還滿有興趣的 因為我覺得吃巧克力吃久了之後呢 反而有時候你會覺得一般的牛奶巧克力 或是剛才杏仁巧克力會有點偏甜 然後你就會慢慢去追求巧克力的苦味 然後我想黑巧克力應該就是為了可以滿足 像這一種類型的人所做出來的一個商品吧 好 那我們一樣就把它打開來看看 黑巧克力我還滿期待的 會是什麼樣子 雖然說它是黑巧克力 它並不會說太黑 跟剛才比起來其實說真的 真的就是所有裡面最黑的啦 可是並不會說太黑啦 我在講什麼 黑不黑黑黑 剝一小塊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黑巧克力 我是 我個人是比較習慣 含在嘴巴讓它慢慢融化的 它的香味也很濃耶 聞起來的那個味道真的就是 跟剛才那兩款比起來呢 有更深一層的層次感 算是那種 就真的是完全沒有添加巧克力的 這個原本的那種香味 為了加速它的融化我還是先咬一下 它這個黑巧克力並不會太黑耶 並不會說太苦 吃起來你可以吃到巧克力的濃郁 就是那種黑巧克力濃郁的香味 當然跟前面這兩款比起來呢 它是比較大人景象的一款巧克力啦 真要說它是完全那種高純度的黑巧克力 又好像沒有到達那個境界的樣子 包裝上面沒有寫 可可亞吉巴之類的吧 沒有寫 好 那如果真的硬要幫這三個做一個評比 評比的話呢 我自己個人是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杏仁巧克力 因為我覺得它咬下去杏仁的香味很濃郁 而且很好吃 如果你是喜歡杏仁口味的巧克力的話 這一款我大退 然後第二的話呢 我是覺得這個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它的確是有更深層一點的感覺 可是呢並沒有說非常的苦 這當然如果對於想要 不想要吃太苦的巧克力的話呢 我覺得這款黑巧克力也許還不錯 然後最後呢是這一個牛奶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呢也不是說它不好吃 可是就是因為它的設計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傾向 也就是可能你只想要吃甜甜的巧克力 然後有牛奶香濃的感覺的話呢 這一款牛奶巧克力也許是你這個不錯的選擇 好的 以上就是這一次我所購買的三個 Royce的Chocolate的一個簡單的評比 跟我自己個人的喜好的排名啦 如果你們也是喜歡吃巧克力 吃這種板狀板塊巧克力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買回去 然後慢慢吃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還滿不錯的享受唷 然後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 這個Royce的櫃位呢 也可以不妨去找找看這個巧克力喔 板塊巧克力 它這個一般都是放在比較不明顯的地方 它的包裝跟其他的商品來比起來 也是屬於比較低調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找一下喔 我是在羽田機場的 國際線的免稅商店所看到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找找看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伴手禮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呢 只要是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是今天這種日本的一些伴手禮 一個簡單的試吃跟我一個心得的分享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影片資訊喔 另外這兩邊是我其他影片 還有下面這邊是阿倫頻道的所有平台 阿倫的遊戲頻道也許千萬不要錯過囉 那麼大家 再見囉 等你喔 Royce Choker 真的是非常好吃喔 大家來日本必買喔